夏浩里的年轻团队 我觉得夏浩里的年轻团队 让我很佩服 他们想把夏浩里打造成为 一个跟其他的城市不同的老街区 他不但把这个老街区 老社区把它保留住 他还活化 活化就是赋予他一个新的生命 他定位是要年轻人为主 所以他们要特殊 要特别他们要跟人家不一样 跟人家不一样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 我们中国在各个地方 都要走向不一样 但是在不一样中有一个一样 那就是中华文化的元素 我从夏浩里从底下 我一层一层地走上来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底蕴 而且有新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文化 既传承过去 但是也在创造现在 然后也给后来的一个新的文化 可是不要忘了 都是中华文化最我们的运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